男神獎儀得主 我們首先當初男神獎儀得主是 古鞠基 要多謝貝昇 還有多謝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主要 在自己的工作範圍裏 去深夜的人 但是沒有想過得到這個稱號 希望往後也繼續努力 我知道基仔今天很厲害 因為是唯一一位香港歌手 代表出席了兩個國際性頒獎禮 你會覺得今時今日作為一個歌手 其實都背負了很多時命 還有你代表香港有什麼感想 因為我自己沒有想到很多事情 有一些很榮幸的活動 我能夠代表而出席 我當然覺得很難行可貴 但在我自己身上 我想最主要都是做好自己本身的本分 你還得到了非常頑獎 歡迎同星獎 麻煩你出席 歡迎同星獎 歡迎同星獎 很多謝你這麼多得獎品牌 我是一個挺好的代言人 傳說這個12月21號就是世界每日 現在我錄這個訪明的時候 是倒數十日中 播到這個2013年的願望的話 希望世界有一個新的開始 世界雖然是亂 但是有辦法 希望可以所有東西從頭來過 因為末日後的新的一年 應該是大家最多的 請諒出席 請們拍照